大家好,说到猪腰子,相信大家都知道它是个好东西,而且价格也很实惠。 今天就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,口感鲜嫩,十分下饭,做法也很简单,下面跟随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 新鲜的猪腰买回来之后,对半切开。 里面这层白色的筋膜就是猪腰最骚的部位了,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全部去除干净,不然做出来的猪腰会有浓烈的骚味,所以烹饪之前一定要把它切掉。 处理好后再打上花刀,底部不要切断了,这样猪腰更加入味好吃,最后切成均匀的小段。 切好后,先装入大碗中。 下面准备半块生姜切成片, 再切成姜条, 几根小葱切成葱段。 切好后,装入大碗中。 加入一勺花椒粒, 一罐老爸喝剩的啤酒。 戴上手套,抓拌均匀。 啤酒可以去腥增香, 而且也能让猪腰更加好吃。 抓匀后,先放一旁浸泡10分钟。 趁这个时间,准备青红辣椒对半切开, 然后改刀切成小条。 青红椒主要起到一个配色的作用,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。 准备几个去皮的大蒜切成蒜片。 再剁成细腻的蒜末。 剁好后装入小碗中。 有条件的准备几个泡椒, 改刀切成小碎丁。 切好后,也装入小碗中。 这时候猪腰已经泡好了, 我们把猪腰一个一个地夹出去。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洗一下。 这样处理过的猪腰, 一点嗓味都没有。 洗好后, 控水捞出来装入大碗中。 加入一勺食盐。 一勺五香粉或者是三香。 一小勺淀粉。 一勺食用油。 戴上手套, 转拌均匀。 抓匀后, 先放一旁备用。 小碗中加入一勺食盐。 一勺胡椒粉。 一勺鸡精。 一勺淀粉。 两勺生抽。 一点老抽。 一点香油。 用勺子充分地搅拌均匀。 提前准备料汁, 炒菜的时候就不用手忙搅乱了。 接下来起锅多倒油。 油热后, 倒入腌好的猪腰。 大火迅速地把腰花划散。 腰花的颜色只要变白就可以了。 先放入盘中备用。 另起锅倒油。 油热后, 倒入蒜末和泡椒炒香。 炒香后, 倒入青红椒。 继续翻炒均匀。 这时候倒入腰花。 提前准备好的料汁。 开大火快速地翻炒均匀。 让调料的香味和食材充分地融合。 翻炒10秒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。 时间长了, 腰花口感就变老了。 一道非常好吃的爆炒腰花就做好了。 口感又香又嫩, 营养美味老少皆宜。 家里待客是我必须的拿手菜, 好吃又下饭。 喜欢吃猪腰的朋友可不要错过了。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家常美食。 感谢大家观看, 我们下期再见。